转过来之后的话那当然要把他旋转过来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旋转 那旋转的话 特别是我们用3D旋转 3D旋转选取他之后的话空白键OK 那怎么转啊特别说找哪一条线呢 红色的对 那转的方式的话特别注意 有几个就是说第一个你是直接我的习惯点那个 那个那个环状那个环 那这个环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旋转 你可以正义旋转 那我的习惯怎样 他本来是零度对 你要把他转成90度 你就直接这样 这样往上拉就可以了 那90度之后的话你就点一下90度就可以了 就是他会跟着滑鼠走 你只要看到那个虚线出现的话 表示他是正方向 一定是90度了 你就把他这样 点下去 他就刚好怎样呢 帮你绕了90度出来了 OK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要让他怎么 长出来 横向的长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 要让他往 横向的转 的话 这个地方呢 当然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挤出或按拉都可以 这边的话我用挤出好了 挤出的话呢 特别注意就是把这个 不过挤出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如果挤出里面是空心的 所以你要把他做面玉 干脆用按拉好了 直接按拉 OK 直接把这个空这个部分的话 选这个范围 选这个范围 有边界 OK 那我往这个方向多少 其实往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都可以 100 OK 100 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一样 我们如果方向不对的话 你可以再把他转个方向 基本上看你要往哪个方向转 再我们用3D旋转 这个图的话基本上 他是要我们往哪个方向呢 假设这个方向 你就是 再点一下蓝色的线 有没有 蓝色的线点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可以自由旋转 你看你要转哪个方向我把它转成 90度好了 OK 这个方向90度 转一下OK 往这个方向好了 如果你方向不对 你再利用这个3D旋转 找到蓝色的线 再转过来 OK好 转过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要把这个往上复制 复制多少呢 选取他好了OK 找这个端点往上复制 正方向正交OK 270 OK 再来的话呢 另外一边的话用近色 所以你可以 近色 选他之后空白一键 然后呢 找一个 找一个端 找一个点 假设这一点 然后只要是正方向就可以 向往上正方向 再把它搬过来 搬到这边来 OK 那这样的话呢 第1阶段 就完成 再来等一下我们再看 如何再把它的间距 挑出来 还有那个 他那个中间那个 平台也把它做出来 那这一题就完成了 OK 这里的话 想各位试试看 画面 换个多一下 上到现在啊 基本上也没有 太多的指令 反正就是这一些 另外你们就是要配合什么 配合这些来切换 那其实如果说你要抓点 会透过去的话 其实我大会习惯是这两个 这样切来切去 这样的话 你视觉上面 就可以少一个工具列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 搬到这边来的话 那你可以用 我觉得用2D线 价格会比较OK 因为你看 这个地方 有没有他后面的点也比较抓得到对 那移动的话呢 你就直接移动移动这一个 空白键一下 然后把哪一个呢 基本上这一点 应该是 这一点 拉到应该在他隔壁才对 他不是在重叠的位置 他不是重叠在这里 他是在他的旁边 这个地方 先放在这里一下 可是呢 题目里面要的不是这样子 有没有他要一个 就是要10公分的间距吗 楼梯跟楼梯之间不可能叠在一起啊 他一定会有一个间距 所以这个间 没关系你现在放在这边之后的话呢 可以再切回到那个什么呢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的习惯是 移动的话 我习惯 用概念 然后呢 选他一下 这个时候箭头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而且很方便很直觉 移一下就好了 OK 那这边的话 10 你就给他一个方向 然后再给他距离 方向压距离 Enter一下 OK 这样就OK了 那换完毕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们要让他这个间距 有没有 他不是中间有一块 对不对 那这个间距怎么办呢 其实方法很多啦 你可以 我看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你在旁边 画一个平板 然后呢 一个板 这个板的话 比如说你在旁边 画一个 用方块 对不对 然后画一个方块多大呢 就 210 对不对 然后这个多少 210 然后 101 101 15 对不对 然后你就把它画一个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把它搬过去 搬到这边来 就是这一点 对这一点 然后再怎么办 把它连击起来 复制一个 复制两个 不过 这个好像又 他多多花一些功夫 我后来发现一个 一招最简单 打一招 然后教各位一下 当然方法很多啦 就是说你可以 在这边用什么 用 按拉 或挤出 不过问题是这边这个面 他不是个面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用 画一条线 这条线的 从这边 拉一条线 把它封闭起来 对不对 封闭起来之后的话 这边不是可以按拉了 按拉 你会侦测到这个面 对不对 按拉一拉过来 拉多大都没关系 但是这个平台你看起来 这有接缝的 没有关系 你连击之后 选择这两个 空白键一下 有没有 连击掉了 因为 我讲过嘛 他按拉是说 他在原来的 拉出来 所以你甚至你可以只要拉10就好了 按拉10 那 我习惯超过没关系 反正重叠在一起 不影响 最后你连击掉 就没有 就没没看不出来 对 所以你会这个平台 很快吧 这个方法一定比 刚刚我讲那个方法 应该来得快 对不对 那你可以 因为我看很多 很多其他老师的解法 我说 有没有更更简单的 如果 两个动作做完的 你何必要花10个动作做 所以 方法各额 不过你们要去想过 因为这是我自己想 想到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但是有点像 懒人式的 解法 所以有时候 当然一般 一般老师不太喜欢用按拉 可是我反而刚好相反 虽然按拉会产生像2D线 没关系 移开 就把它删掉就好了 也没什么太差 他的 他的好处是 直觉 像那个Schedule Up里面 也很常用按拉 他大概一招就把所有的问题 通通解决了 都是用按拉来做 像 修剪 他就按拉 我觉得这个方法也还蛮 OK 但是按拉跟挤出两者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各位在 可以在很多地方可以试试看 不一样 OK那这里的话 再来就是 不过这一块 有没有 你会让他挡到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先请他 请他先 移开一下 移开多少 你可以先把距离记一下50好了 先让他移开50 等一下再移回去50就好了 那这边会需要画一条线 所以这边的话 这边画一条线 把它连在一起 因为如果你没有连在一起的话 这边没有办法做 按拉的动作 所以刚刚 画50 所以再把它这样 再搬回去50 50Enter OK 好 那再来就可以 针对这个块 这一块做什么 做按拉就可以 移过去 有没有 看到虚线 拉过来 多一点没关系 然后 可是呢 如果说你不希望他这边两个 你可以连击 把什么呢 把这两个一起 圈起来 把这两个一起 选取起来之后 再做什么 再做那个 或者全部一起 也可以 按空白键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连击在一起 OK 那这一题的话基本上就完成了 看似 很复杂 但是 实际上你会发现 就这么几招 我那还没用 没有太多招 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 我们用到什么 这个地方是用到一个2D 再上试图画 画完之后呢 再利用什么 3D旋转 所以你3D旋转 只要懂得转 转方向 如果转 这边转出来 这个另外一边不对再转 反正你们就试着 三个方向 三个轴 你就能够转出 你要的方向 一定不会有问题 再来就是利用复制 往上复制 270 为什么270呢 他间距是 150 不过 又扣掉什么 扣掉这一层 15嘛 对 那这边有重叠的15 所以 150 再加120 所以这边的话 170 上面的部分呢 再把它做一个复制 做镜射 镜射之后的话 再搬过来 这个地方 我处理的方式是 用 把它多一个按拉的动作 就OK了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好吧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 一个是 我们画两个楼梯 所以今天 大部分都在处理楼梯的问题 那 不然干脆等一下我们顺便来画一个房子 房子的墙壁好了 我看 这边后面还有一题 在第16题吧 这题也蛮简单的 就是画那个房子的墙 4个墙 然后会需要挖那个 窗户 后 再 是 個ud 凬 试 女 我们 她